我不是這樣的想法 再過來說 我有一個東西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網路上有人寄給我的東西 將來有八種人會被淘汰 第一種是八小時之外不學習的人 他不是堅稱說人跟人的區別在於八小時之外如何運用 因為我們睡覺要八小時 上班八小時剩下八小時 這八小時上班 上班的時候要為了生計 八小時好好的去做就決定了你現在的生活 但是這個八小時以外 你怎麼樣去運用才能決定你未來 你這個八小時以外 那些零碎的時間你怎麼樣去運用 決定了你未來的成就 所以我覺得說 他這邊有一句話說 什麼樣的想法會去過怎麼樣的生活 他說有學習 你學習了以後 你有更多的東西你才有選擇權 如果你沒有學習 你就知道的這個都一招辦事 你都沒有選擇的 你學習的越多你就有選擇 我要做這個我要做這個 所以說沒有知識要有常識 沒有常識要走進教室 所以我們大家能繼續上進教室跟老師去學習 不是社會發展太快 而是我們的思維反應太慢 為什麼我們思維太慢 是我們沒有跟上的這個學習 他說人生有兩大的悲哀 結婚以後 第一個是結婚以後不再戀愛 像我們蘆珠大姐 她就很棒結婚以後還在繼續的戀愛 那邊看到她跟她那個老姑娘 跟那個四目接觸的樣子 就知道我們還在戀愛 那還有第二個悲哀呢 就是畢業以後不再學習 那我們現在畢業以後 我們還繼續在這個學習 所以我們人生不再悲哀了 然後他有說拒絕學習 就是拒絕成長 那如果說家長 我們做家長的不學習 就會被孩子看不起 並且跟孩子會帶兜 所以我們那天講到說 怎麼樣被人家尊重 這裡就寫出來了 如果你有錢 可是你不學習 那你被孩子看不起了 你是不是都誤會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學習是很重要的 那還有一點 就是夫妻的一方面 如果不學習 兩個就會隔閣 那學習呢 如同長高的樹 自然 你學的越多 自然有高騰來禪 一個人不學習呢 就會和社會脫節 趕上時代的步調 他說呢 人有娘母田 白天呢 是耕田是要活復的 就是剛剛說八小時裡面 你去努力的話 你那八小時 那你是為了現在 就是為了你的步驟 晚上你去跟蹤 是為了跟蹤未來 所以他說八小時之外 決定了你的 你未來是怎麼樣的成就 不學習的人 就會被二十一世紀所淘汰 而且他把這一個 列為被淘汰的八種人的 第一個首選不學習的人 第一個被淘汰 那第二個呢 對新生的事物反應迟鈍的人 他說其實這個東西還是跟學習 新生的事物你不學習 他說我們這個 如果不學習呢 就會把推論當作結論 因為你不學習嘛 你看到一個東西 你都會虧不去推想 而不是真正的 那把已知 你現在知道的東西來判斷未來 對新生的事情 視而不見 衝而不穩 最終一定會被社會淘汰 這是第二點 其實這一點我覺得學習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第三 靠個人的能力擔當不動的人 也是會被淘汰 他說 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 一根筷子就會折斷 十雙筷子就折不斷 那所以我們要跟 我們跟大家朋友在一起 我們互相團結在一起 就不會被這個社會淘汰 第四 心理的脆弱 心理脆弱容易受傷害的 也是容易被淘汰的 為什麼他說事情發生的大小不重要 事情總是會來有大或小 他說這個大小不重要 重要是你的想法和看法 對這個事情的想法和看法很重要 他說事情本身會傷害人 但是你的想法就會傷害人 所以這個 所以我們心理上脆弱的人 就容易被淘汰 第五個 就是技能單一沒有特長的人 那沒有特長的理念 的意思還是一樣是學習 現在是一個電腦時代 有人說 以前我們不識字是文 現在不會電腦 現在被稱就是文 現在幹什麼 做個義工 都要用電腦去報名 去登陸台班 所以不會電腦就變成文 所以我們技能單一沒有特長的人 就容易被淘汰 連做個制風都很困難 他說沒有危機 一個人沒有危機 是最大的危機 因為有危機你才會去反應 才會學習新的東西 他說滿足現況是最大的陷阱 所以我們不要滿足現場 人一定要在得意的時候 給自己找退路 不要等失意的時候再找出目 那也有一句話說 脾及泰來 我最近在看一本書 就是那個 那個 《易經的奧秘》 他裡面說 脾掛跟脾及泰來 那脾必須要急了以後才會泰來 就是表示你要走很久 才會從脾再到泰 可是呢 泰到脾之間 只有隔壁 泰掛的旁邊就是脾掛 所以你到了 就是樂己生悲的意思 你到了泰掛 一下子掉下來就到泰掛 可是你到泰掛 要再回到泰掛 要走整個圈才回去 所以這個就是 所以我們在樂己的時候 一定要自己自己倒退路 等到你這失意了 要再走 那走很遠而遠 第六 計較目前日光 目光短淺的人 計較野錢 會失去未來 計較小錢 會失去大錢 就是他這裡說 他說 世界上最好的投資 最沒有分險的投資 就在投資 在學習 學習可以讓人有遠見 學習才知道未來的趨勢 你看 這六個 講的六個 其中多少是學習 第七個 EQ 低下人 EQ就是 他這邊 這個大陸人 三層 我們這邊是 智商 不是吧 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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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邊說 很多人翻臉比翻書快 土人說 小夫人忍則亂大頭 脾氣來了 福氣就走了 他說 這個IQ 就是智商 高 可以找一個好工作 可是這個EQ 好 可以有未來 但是呢 在 AQ 什麼叫AQ 在這邊說 是逆 逆境的商 逆境的時候 你的這個 你的 商數 高 可以變成 登峰造極的人 所以一個人 如果沒有逆境的時候 他永遠都不可能 登峰到底的 他說 世界上百分之八十人 見了困難就躲避 這種人一定一事無成 世界上有十五 十五%的人 百分之十五的人 就見了困難 能迎刃而解 這種人必須 必定是成功的人 那世界上有百分之五的人 是打著針籠去找困難 那這種高 高智商的人 情緒智商的人 將成為登峰造極的人物 那最後一點呢 是觀念落伍 知識成就的人 這還是學習吧 他說呢 這個過期的食品不能吃 過期的觀念也不能用 他說二十一世紀的成功學呢 不是你贏過多少人 而是你幫過多少人 所以要學會 助人成功的本 那世界上最大的敵人不是別人 就是在自己 人成功在缺點上面 人的成功在缺點上面 人也失敗到缺點上面 成功是優點的發揮 失敗時缺點的累積 他說六大的裂根 可以斷送人的一生 看看我們有沒有這個裂根 六大裂根 他說第一個 斷送人的一生的第一個裂根氣是 自以為是 第二不以為然 第三 以老賣老 第四 老氣很窮 第五 格格不入 第六 每況愈下 他說 只要你把人做好 這整個世界都屬於你 好 現在就是我跟大家的分享 謝謝